各位長官 各位同仁 大家午安 歡迎大家今天立行行政務委員 公民 科技 外交性的分享演講的現場 那首先在政委演講之前 我們先請國傳司 當司長為我們很致詞 唐政委員 各位主管 各位同仁 今天這場演講的人是恩來由部長的主持 恩來部長今天有民事突發事件 所以由國傳司來主持 我首先代表外交部權力同仁 歡迎唐政委 列寧本部發表專題演講 那麼政委員剛剛從法國巴黎參加 2016年開放政府夥伴 聯盟年會進行科技外交 成果豐碩 那麼今天特地在擺盲之中播放 以公民 科技 外交心得分享一題 跟各位進行專題演講 相信大家跟我一樣內心充滿感謝跟期待 另外我們為了增進我們外交部統仁 對政府推動公共政策網路參與的了解 並且考量我們外管同仁的學習需求 我們特別也為請資料會 安排網路公民互動運作模式 一系列我們六堂的教育訓練 包括社群媒體營運 面對通訊科技革命 我們法規方面的探討 還有一些題目 我們也特別感謝政委員 協助推薦網路同仁張嘉玲小姐 來擔任我們的相關課程的講師 那麼這六堂課讓我們同仁受益良多 我們也要利用這個機會 來向政委員表達真心謝意 我想現在就請各位同仁 再次以熱烈的掌聲 我們歡迎唐政委員為我們來演講 謝謝 謝謝大家 我向我們演奏一聲幫忙接 好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那今天其實有一個線上可以大家發問的地方 如果有手機 我不知道今天可不可以手機上網 但如果可以 不能 事實上是不能手機上網的 所以大家沒有辦法到這個網站 好吧 那這樣子我們就折衷一下 好了 就是說我剛剛講的過程裡面 就是任何時候大家想要問問題 就直接舉手 或甚至不舉手 就直接大家網就可以了 因為要很老實說 就是說今天其實我並沒有準備特定的簡報 我這次去就是歐洲做公民科技分享 我每一站就是到馬德里 到英國倫敦到Westminster 然後後來到法國 都是有簡報的 那我現在的想法就是說 我實際把我在這三場裡面大概講了什麼 跟大家做分享 然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當地的就是包含英國那邊議員的朋友馬德里 其實是議會跟市政府的朋友們 以及到了巴黎是大概六十個國家的 就是也是部長級的 跟大概兩千多三千位公民社會的朋友們 是怎麼看就是台灣所做的這一些事情 那在中間就是本來是想說大家可以在線上發問嘛 那現在因為我不知道自然或什麼別的原因 所以如果不方便的話 我們就實際就是舉手 或者任何時候就開始發問這樣好不好 好謝謝 已經有人問了hello 對它是slido.com 然後輸入01221就可以問一些問題 我自己其實在這一年的過程裡面 大概有12個月裡面有5個月都在國外 然後大部分的時間從1月27號就是法國外交部 要我去他們的叫做The Nine of Ideas 去跟就是全世界都有做思想的朋友們去交換一些意見 然後一直到接下來就是去很多不同的地方 像納德里亞或者是葡萄牙或是紐西蘭之類的 那大概講的都是類似的工作 就是我們台灣在做開放政府方面的工作 那台灣在做開放政府上面 其實是程序著大概兩三年以來就是各界的努力 我自己比較加入行政人這邊的工作 是2014年年底 當時毛治國簽院長說要把大數據 跟這個就是跟所謂的全民參與 開交區中外報當作當時的主要的目標 那當時他就是也請參與領政委員 以及就是張勝正復業那個時候 就是找了公民社會的很多朋友 然後一直去想說我們國家的政策 怎麼樣它變得更透明 怎麼樣能夠讓更多人參與 然後以及這個中間的這個記錄 怎麼樣子更相識的被記錄 更能夠課責 那以上講的這三個其實是 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 OGP當時所接觸的這三個基本的概念 那OGP對於這個可能 各位理解的還比我多 因為我是這兩三年才參加 2011年歐巴馬開始 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 它是在聯合國的一個架構底下 那它當時是跟八個國家的就是元首 以及八個公民社會的代表 一起寫了一份就是開放政府的一個宣言 那從那個時候開始到現在已經長成大概60個國家 然後還有就是許多的所謂的 subnational member的這樣一個固定的 定期聚會的一個地方 那在OGP的架構底下它非常簡單 就是每個國家或每個參與的subnational 它每兩年要提一個action plan 去說我接下來兩年 我會怎麼樣去增加我的透明的程度 參與的程度 課責的程度 然後呢讓就是各個其他的member state知道說 它可以怎麼樣去互相幫忙 然後而且還有一些就是independent的方法 去檢驗說它是不是真的有做這些事情 很不像像土耳其隊 因為2014年之後沒有真的做到 所以後來就變成observer這樣子 那所以為什麼當時歐巴馬在對開放政府 是要把它推成國際性的東西呢 我們當時的想法就是我們在旁邊看 通常都是覺得是說 這是讓他們在就是援助國外的時候 可以更精準的就是說服他們的就是state department 說我們這樣子過去過兩年 我們這些經費是讓它變得更民主更透明的苛責 然後它是變成一個更沒有corruption的地方等等 它其實有一點類似就是馬歇爾計畫這樣的狀況 那但是呢在OGP運作了兩三年之後 慢慢就開始有很多別的像德國是經典加入 很多所謂的老牌的民主國家 對它加入的時候就不只是為了 資訊的透明話 我說freedom of access of information等等 而是它有它自己的外交 agenda要pursue 不管是要對抗民主主義 或者是它想要在就是國際之間去把 它做得比美國更好的地方加以發揚等等 就開始出現各種各樣的strategies 那我們在台灣呢 當然雖然一直不是OGP的member 但是我們透過臨時政府的這個就是公民的團體吧 就也一直有在辦個OGP類似的事情 然後時間的OGP都是差不多的 從2012年開始我們每兩年辦一個大的年會 然後一直都有就是做就是多邊的邀很多的國家的朋友來 像在2016年的年會就邀了大概15個不同的國家的獎者 然後大概60人 然後大概都是他們就是city level級的也有 national level級的也有 因為其實在台灣就是我從GP變成就是數位政務委員 其實在國際上來講是已經比較晚的一個趨勢 在英國My Society它的領導人變成他們Government Digital Service的領導人 或者在美國它就是進入白宮變成18F的副執行長 或者是在包含新加坡包含法國包含德國 德國它的層級還比較低 但是在很多這些的國家就是所謂公民運動的這些 那些朋友們他直接進入政府去做行政改造 這個是已經就是行事有年的事情 尤其是在英國和美國 所以他們就是有非常多的經驗可以跟我們分享說 他們引進了這些數位技術之後 怎麼樣子讓他們 比如說辦公室變得比較物質化 跨部門那些做變得比較容易 或說當你要徵詢大家意見的時候 公民社會可以知道說 政府現在願意提早到60天而不是7天或14天 就願意徵詢各界意見等等 所以我們就會請他們來分享 那GNV的組成跟就是OGP比較不一樣 OGP它是一半是就是never state 都是政府官員 通常都是部長級 那另外一半是所謂的 civil society 就是公民社群 那OGP當時在establish了 就是希望這兩邊有所對話 那GNV在年會的時候 我們把就是GOVEDU這邊都算起來 大概實際上政府公務人員來參加的可能大概5分之15左右 那絕大部分的人然是就是公民科技圈的朋友 然後以及當然在佔領運動之後多了非常多的NGO NPO的朋友 那所以在這個年會裡面 當然大家都是職工有非常多的工作人員 然後也有一定的媒體的能見度 但我們在就是媒體的能見度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全世界都很關注就是公民科技這個議題 這個東西它是從大概佔領運動 在2008年開始 大家對新自由主義 或者是說對政府的整個運作喪失的信心 那對很多的國家來講 這個東西是他們重建政府被接近信任的一個方法 那我們當然佔領運動也比人家晚了 我們在2014年才有佔領運動 但是那個時候確實也有一波就是危機 就是信任的危機 包含政府的被信任的程度 以及政府的process 整個過程被信任的程度 那所以當時2014年底 當時才會說 我們要用開放政府的方式 來重建公民社會對我們的信任 所以媒體一向也都是很關注的 那台灣我覺得當然有一些得天獨厚的地方 就是因為我們的自動訓整備度非常的高 全世界是台語第二 就是能夠想要伸裝到 100Mbps per second的光線網路的人 是非常容易伸裝到的 因為台灣就是地方不大嘛 然後我們的寬屏建設做得很好 那又加上說 在就是之前的就是 以開放資料為目的 所以當時我們在國際的開放資料評比上面 他們是希望每一個部會的最基本的資料 都要用開放的授權 讓大家不只能夠下載可以看 而且還可以改作 改作的意思就是說 好像有500頁的報告 其實很少人會把它看懂 但是當時在佔領運動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做成一個網站 叫做你被符帽了嗎 那就是讓任何人都可以用他的手機去輸入 他的公司的名稱 或者是他的公司的同一編號 然後他就把符帽語協定裡面 跟他有關的那一小部分 用可能三格漫畫的方式顯示出來 包含說自然人可不可以來 投資可不可以來 自然人可不可以去 投資可不可以去等等 那這樣子就是改作的一個精神 改用的一個精神 就是說 我們不只是把資訊公開 而且我們鼓勵 就是公民社會的調查報告和記者 或者這些社群 去把它改成大家更容易看 我們這叫轉譯的一個工作 那這個工作呢 其實是台灣的公民社群 在2014年底之後就積極投入的 那有一些大家可能比較有聽過的案子 像實價登錄的網站 就是你可以上網 很容易去查到你附近的這個地價買賣 大概是多少 那個就是用內政部的資料 或者是說台北市場客人 當時他要做餐飲室預算之前 他就有一個網站叫做 Budget點台北 那你上那個網站 就可以用一個泡泡圖 或樹莊圖的方式 看到台北的年度預算 那你可以點進去 你最關心的那個部分 我最關心的是動物 就是收容所的預算 那當然可能你關心的是 就是附近的什麼公園 或之類的預算 那你可以直接在上面留言說 我看到邊的這個預算 為什麼 這個我沒有看到世界建設 或者說你對預算有什麼問題 那同樣在科技市長的就是號召之下 大概兩三個禮拜之內 就是具體的事務官就會上來 一筆一筆的回應網友的問題 等於是說透過科技的方式 把代議民主多多少少到家裡補充 那他們不再需要透過里長 或者是他們的市議員 而是可以直接在這邊 跟事務官進行對話 那這樣當然有很多好處 其中一個就是說 事務官的專業就比較被看見 那另外一個好處就是說 大家對於就是整個市政府的運作 是比較了解 這樣在提參與市預算的時候 才不會亂提 所以在這些情況之下 就是尤其是其他的就是華語文地區 他們的公民社會跟政府 是沒有這麼密切的合作的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其實是非常regional 也是非常被珍惜 就是說 竟然有就是政府 只要一說 好吧那我們不黑箱了 那大家來一起做 那這個一般的公民社會社群 竟然是馬上就 幾乎馬上轉向 然後是能夠去合作的 那在這裡我們在斷傳媒的 五則報導裡面有兩則 我覺得特別值得就是讓它重視 一個是就是小鹏他本來是在 就是台北市政府的資訊局的專員 那現在是在經濟部嘛 擔任專委 那他在做的事情 就是把所有政府自己 不擅長的事情 不管是做來人包啊 或者是做開放資料應用啊 或者是做調查報導啊 或任何事情 他就不是用委託案 或者外包案的方式 而是透過重包的方式 就是群眾外包的方式 所以他就會去 好像說像現在他之前 開放海店的時候 就會讓台店去辦很多的黑客送 那黑客送的意思就是 台店他拋出很多 他比想說用電資料 這些節電的資料 電價電費的等等資料 然後去問這個全民 去問所有有寫程式的 或者說有調查報導能力的人 能不能讓他做出一些應用來 讓大家對就是怎麼樣用電 更省電啊等等這些更有感 那也就是說如果你要是找廠商 或怎麼樣 你要半年之後或一年之後 才看到成果 才能夠調整 那透過這樣不斷地寫作黑客送的方式 他等於是讓大家 對於台店的信任度增加了之外 台店也可以不用自己 花那麼多預算去做公關 或宣傳或其他的應用 那當然這個是他從 就是台北市諮詢區的時候 對於知識這個style 那他現在也把這個想法 帶到經濟部裡面 那但是呢在另外一方面呢 這邊是許恩恩 那許恩恩他是公民社會這邊 非常活躍的一個年輕人 那之前在318在佔領議場的時候 在佔領議場裡面就是主條 就是所謂公民生服貌 就是他是兩個主要的帶領人之一 那許恩恩主要他在公民社會做的事情呢 其實就是打字 就是舉例來講 我們現在在講這句話的時候 恩恩恩他們正在幫忙 衛福部去進行一個就是 扶到旁邊的四線的食品 在輸入台灣的時候 他的有沒有考慮到風險 以及風險的管理 不管是越南會 或是衛福部委託越南會的 那些基本的科學數值 這個在以前是最難跟民眾勾問的 因為第一個它牽涉到 就是原子能專業 那第二個是說民眾很容易 一下子就掉路說 那我最想要零檢處 那在事實上不可能零檢處 是個背景輻射等等 那如果是雙方對於基本事實 都沒有辦法同意的話 其實你公民會開再多長都沒有用 那選問他們就是主要在研究的方法 就是透過我們叫做爭點整理 就是爭一點的整理 就是說好比上說 福島的這個案子裡面 他就先把所有關於科學技術社群 他們不相信零檢會 或不相信我們抽查的方法等等 這些爭點 先全部整理成一爹 先不去管其他的部分 然後呢 今天的這場 工廷會就集中處理這個 那接下來他會挑 就是雙方都能夠 或多方都能夠接受的一個主持人 像今天就是朱曾鴻 就是動物聖文研究會的理事長 那他是之前辦過就是聽證會 然後民間跟政府都相當相信的一個人 所以就是說一樣 有公信力的主持人來主持 事前把所有的正點都整理好 然後呢現在就是請就是方簡啊 或者年瑞祖啊 或者這些就是環保團體們 然後以及原能會 以及衛福部 以及一些第三方專家們 實際做下來談 但這個做下來談的過程呢 不只是在當場 大家能夠彼此說服彼此接受 而是這個中間呢 他們就會不斷地去用文字轉播的方式 讓我剛剛來的路上就是看一眼 就可以知道他們討論到哪裡 有沒有收斂 然後本來有17個正點的 今天這場之後 只剩下三個了這樣子 那這個過程是至關重要的 因為這樣子我們下一次工廷會開始的時候 就是從今天剩下這三個正點開始 每個參加的人 他不能講說他沒有講過話 那所以說在下一次的時候 他就是比較聚焦 而不是像之前常常就是工廷會越開就越發散 所以這種看起來最微不足道的 就是一面開會 一面把大家講的話 打字打下來 那這樣一件事情 或是開會之前 不是只是雙方寄 PowerPoint 給彼此 而是開一個會前會 去準備大家都能夠認知到的正點是哪些 等等的這些技術 那就是他們就是在開發的 那同樣的在臨時政府這個年會的框架裡面 我們有就是從工部門來的小鳳這些人 以及從民間社會來的巡論這些人 去一起探討說 我們怎麼樣去做出更有效的 更高品質的公共討論 那這個東西在國際上都是民族珍貴的 就是很少有像在台灣 他們認真這樣子做了之後 那麼好的討論品質 所以我們每一次出去分享之後 就是用他們的實際的例子在分享 那在 我在講下一段之前 先看一下有沒有問題 好 網友有沒有call in 就再次提醒一下 就是說隨時都可以打斷我 OK好 非常好 我們就可以看到了 相當多的網友的call in 第一個問題其實是我之前來外交部 之前跟簡宏委處長來演講的時候 大家都會提這個問題 就是外交業務多數社民 要怎麼樣跟開放政府的觀念來協調 確實開放政府它包含透明參與苛責 它並不是無所限制的 就跟政府諮詢公開法一樣 有一些東西我們理解在談判的過程之中 它不一定能夠就是這樣子公開 但是我覺得這裡面有一些觀念是可以討論的 就是說我們在開始進行談判之前有一些原則性的東西 那個是 嗯不是 怎麼講 那個本身並不是機密 好比像我舉剛剛的那個例子來講好了 對於就是福島外思嫌 其實各國都一直有在做檢討 那我們當時是所謂斷然處置嘛 就是說那就都不進口 可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從當時到現在 中間並沒有一直跟國民社會對話說 那要是哪一天要進口的話 你們能夠接受的最低的標準是什麼呢 等等這樣子 那也就是說那個部分是可以在我們談判之前先開始做的 那當然我理解這不是文教部而已 應該是衛福部的業務 但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沒有這個先期的溝通當作談判的基礎的話 那常常會變成是說 我們是以就是 好像衛福部最近的一次報告 那個報告它其實第一個人民不一定有看過 然後第二個大家也不一定接受 那我們如果拿那個去談判的話 那談出來的東西大家就要重新 社會要付出一個重新學習的過程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說 當然談判的過程不一定是要公開的 但是我們為什麼談判 或者說談判的一些原則 或我們到底要爭取什麼 爭取這個東西對於大家是否有意義 所有這些東西 那個是可以就是讓大家一起來討論的 因為這個東西本身不涉密嘛 它是價值性或者原則性的東西 那也唯有我們先談出 不是輻射零件處的這種結論 我們這邊在外交的談判的時候 才比較有底氣 所以或者在以剛剛之前那個 服務貿易協定的那個例子來講 其實政府當時並不是沒有開工廳會 只是說因為開工廳會的時候 並有一個很好的機制去說 如果你來工廳會講了六千字的話 你講的東西到底會怎麼樣影響 服務貿易協定的談判 還是說其實就是說 這是EGFA架構 說我們要開工廳會開了就開了 但是你講什麼都沒有關係 沒有差別 那當時有 我記得服務貿易協定會 那麼多場裡面有一場 就是有一位叫做柯文哲人醫師 他講了非常多 然後後來他就自己覺得他講得都 完全一點用也沒有 所以就決定自己選市場了 當然也許是 也不是一件壞事了 但我的意思是說 他還是需要一個就是我講的每一句話 他到底最後怎麼樣進入就是政治議程裡面 我相信公民社會裡面 並沒有任何人覺得說政治議程 所有都要由公民社會來設定 但大家所謂的克責的意思是說 如果到最後就是我們的政策方向 因為大家講的話要所修改 到底是因為哪句話 經過什麼程序 在哪裡被修改的這個追蹤的機制 要做到這樣子 那當然我自己進醫院裡之後 我的所有協調案都是這樣子在做的 就是我開的每一場會都是逐字記錄下來 然後在每一個就是講話的人 都確認過十天之後沒有問題 之後就十天之後公佈在網路上 那這個當然不只是訪币 他有非常多心力的效果 最大的一個效果就是來開的這些四處長的 他們回去轉述的那個結論 跟我這邊逐字稿做出來 我們怎麼到達那個結論的過程 對承辦來講 後面這個非常非常好用 因為他就不需要去傳播商議 他就知道說商議到底是經過什麼討論來形成的 那但是在以前就是你只看到回憶結論的時候 其實你可能每一個字都還要猜很久 說到底為什麼到最後使用這兩個字 而不是用那兩個字這樣 那所以說至少就是即使是對於公務門內部 跨部會的橫向溝通 這樣子一套詳實的結論 當然也是蠻有幫助的 那接下來又有一位網友 口音說這個蔡英文總統上任之後 曾表示將成為最會溝通的政府 但是仍然有業醫修婚姻品權這些議題 那有沒有什麼看法 然後是否能夠翻譯更有效的角色 那確實就是說在業醫修案跟婚姻品權案 那當然其實婚姻品權案這個是一個立法院案 我們公務行政院就是的主動權就是蠻有限的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即使是在行政院這邊能夠做的部分 確實也都還可以做得更好 我舉一個實際的例子來講 就是我們最近在跟商業司經濟部合作 我們公司法要重寫 就是公司法大修 那但是這個重寫的mandate 就是為什麼要重寫這件事情 其實也不是商業司自己說我們要重寫 而是說民間有一個很大的聲浪 我們說公司法已經到非通判檢討不可的時候 那蔡英文總統買單這件事情 所以等於是她的就是證件質疑這樣子 那但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其實行政院的這個角色就變得很有趣 就是這個全派秀發的委員會 就像在這個婚姻品權案一樣 它是外語行政機關的 那但是呢 比婚姻品權案好的是說 它並不是直接進就是立法院就提案了 而是說它經過一個很廣大的發問卷徵詢的過程 徵詢了大概三四千個不同的中小企業主 以及各方的利益關係人 會計師等等 然後最後才決定說 好那我們要來修公司法 然後有這四個大的修法方向等等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除了就是跟民間協力過大徵詢之外 我們現在在協助商業司做的事情 是怎麼樣把商業司對這個東西的專業意見 轉譯成一般人民聽得懂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它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像一粒一休這四個字 它本身就不是大家聽得懂的東西 每個人聽到一粒兩個字的時候 腦裡冒出來的東西是什麼 是不一樣的 那舉例來講這個我入閣之後 有一個我的網友 開玩笑說我是二聚二粒 就是每個禮拜兩天遠距上班 然後每個禮拜又有兩天的離假 那可是這個二聚二粒的利呢 其實就並不是離假 因為其實每次有活動的時候 好比像說要去這個亞洲連接西谷 什麼中心剪載的時候 我就得加班 因為公務員的利假裡面 是任何時候公務需要你就要去嘛 那但是在一粒一休裡面 這個禮就不是這個意思 它這個這個禮是說 無論如何屋主都不能夠邀請你加班 除非是就是什麼就是了不起的原因 就是一般來講是不可以的 那所以說那同一個字然後意思不一樣 其實就造成溝通上面非常大的就是困難 那再加上說因為當時在一粒修的時候 曾經有過幾次幾個時間點 是公民社會朋友覺得如果他們再不講話的話 這個東西就會被硬過 那當然後來有delay過 有擴大質詢過 可是你只要一開始 鐵人有這種你要應從的印象 那那個印象會一直留在公民社會的朋友裡面 就是你信任要破壞是很容易嘛 那要重現非常的困難 所以只要有一次或者兩次 這種好像討論有誠意要討論 討論到一半你就要報充了 的這樣子一種感覺 其實接下來讓大家願意跟你好好討論 至上非常困難的事情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變成數位政委之後 我就是請就是國發會吧 他們本來就有一個公務者 在這個平台裡面本來眾開講這個部分 就是由機關自己提案子的 是機關自己挑案子提 那我上來之後呢 就請大家把它變成是不是挑案子提 而是所有的法規的預告 都是要在60天之前預告 這個是我入個前就改成60天嘛 那現在就變成說 所有這種60天需要預告的法規 以及關於投資相關的貿易相關的法律的修正案 在這60天預告期 就不是只是當一個承辦人的電話跟E-mail 而是你就要在網路上面交付工作討論 那這個東西其實它就是變成 我覺得這反而是降低大家的風險 因為以前是大家每一個不會自己提案子 然後上面就那麼有六七案 所以媒體就是很關注 但現在就是變成說 你每天可能就有十幾案上去 然後這個東西就會變成大家生活的一部分 那事實上美國、歐洲大部分的國家都是這樣做 他們每天這樣做太久了 那我們一直沒有這樣子的習慣 我覺得只是因為沒有這樣的習慣 也並不是這樣子做 會有什麼太危險的成本 可是這個從公民社會的角度來看就差很多啊 因為如果現在是推出一個可能會影響到大家的 那我發現還有55天的討論期 我的反應當然不是上街頭 上街頭是很貴的一件事情 它是要付出非常大的時間跟人力的心血成本 而且輿論也不會支持上街頭的人 如果你還有55天可以討論 而且政府都說我的方向還沒有確定 是要公眾討論之後才確定 那這樣子的話先去上街頭也沒有那個合理性 所以說與其就是說完全在馬路上面進行討論 不如說我們在網路上面先去把利益相關者 可以用這種保護他們的個人人身自由 因為匿名嗎 或者辦匿名的這種方式 讓大家的意見能夠進入我們的議程裡面 然後呢 接下來再展示出一些信任 好比像說我剛講到一半就來這邊check 然後就開始實質地做回答 那這樣的話慢慢就可以形成一種氛圍 就是說那等到我們真的要辦公庭會了 那公民社會的朋友就會覺得說 好那我們是完真的 他願意出席 他不會覺得是說一定要備格 但如果沒有前面這個30天60天的 一直建立信任的這個週期的話 好其實我們猛然說要辦公庭會 而且辦完之後就要通過政策了 那為什麼要來呢 來的地方是背書啊 所以就是說這個中間是有一個 心態上可以調整的程度 那所以我是覺得說最願意溝通的政府 到最會溝通的政府 這中間當然有一些賠利的工作 這個我當然很願意幫忙做 可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政府先展現出他願意信任人民 可是這個跟那個交感情伴侶啊什麼 或者外交一樣嘛 就是說我們如果現在 我願意信任 可是之前有一些就是不良的這個 transaction 那這樣子的話 當然對方的那個信任是要花時間 才慢慢跟上來的 所以我們接下來勢必可以看到說 我們大部分的案子都這樣跑出來 願意跟公民生活討論等等 但是大家的公民生活 對我們信任的程度 不可能是一蹴可擊的這樣子跟上來 我們願意信任到某一個程度 那大家才會願意慢慢跟到那個程度 可是這個東西也是要時間 因為他們需要時間去看說 我們沒有在這中間突然之間 又變成這個暴衝的狀態 好那接下來就是網路社群媒體 跟新媒體在裡面扮演的角色 確實因為我覺得這個就是能再周也能覆周 因為網路它把傳統上所謂的news cycle 這個概念取消掉了 任何時候都可以發報紙 已經沒有晚報早報這種基本的概念 就是說任何時候只要有人看到有一個新聞 然後他把它放到某個線上的媒體 它突然之間就會擴大 然後大家就會開始討論 那當時在就是2014佔領運動的時候 我們當時就是利用網路媒體的這個特性 去進行議程設定 因為不管是當時的主流媒體 要怎麼樣去定位佔領者 他們都有一個news cycle 他們需要六個小時的時間 才能夠做出回應 那我們知道在這六個小時之內 就已經先把所有需要討論的東西 所有的徵典等等 都已經製作在網路上面很精美的 而且有服務就是來源處處的 等等這些說服 能夠說服大家的東西 那等到晚間新聞或是晚報出來的時候 其實看的人已經視線已經看過 就是佔領者這邊的訊息了 那所以基本上在可能佔領到第三天以後 都是由佔領者這邊來做設定議程 等於是說媒體沒有辦法 他只能用佔領者這邊的議程 那整個原因就是因為說 我們因為有即時的直播 即時的文字轉播 即時的正面轉移等等 對於做調查報道的朋友們 他同樣是要在兩個小時之內 或者一個小時之內 就發出即時行為 那佔領者這邊的資料比較豐富 而且他根本什麼事都不用做 他就複製貼上 甚至貼一個超連結 你知道來人包什麼都是做好的 那比起就是說政府這邊 政府這邊他可能只有一個新聞稿 這個新聞稿還沒有辦法轉譯成 就是他馬上新聞工作者就可以用的部分 所以就變成說他只能取裡面一小部分 那可能他編輯又下來了很糟糕的標題 所以就是兩邊這樣子一比起來 就會變成是說有即時傳播的能力在這一邊 而且是Well-founded的即時傳播能力在這一邊 他無論如何在同一天裡面就會主導到 那一天的言論的走向 所以這裡面就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真實性 就是透過直播 透過即時的文播等等 來確認說這邊講的它是真實在佔領的地方發生的 以及第二個 就是說在這樣子的過程裡面 讓看到的人覺得他能夠來改變這邊的走向 就是所謂的call to action 那就不管是說看到之後你願意來現場 或是你在線上去進行一些幫忙做資料搜集等等 總之就是讓閱聽者有一點點事情可以做 他做的事情可以小到幫忙修一個錯字 也可以大到把我們的即時的中文 他們的資訊翻成十二國其他的語言 當時有非常多朋友幫忙做這件事情 但只要他願意做事 他就會覺得這個工作裡面有他的一份 那這樣子在接下來的議程設定裡面 他就會覺得說 好那我是在這邊的 因為我有貢獻過 所以這樣子的群眾外貓的工作 在佔領運動的時候 這個是很確定的 就是說網路社群媒體或新媒體 它的特點就是它是雙向的 不但你很快的可以撒到十幾萬人身上 你也可以透過同樣的管道 聽到十幾萬人的意見 那十幾萬人的意見 那十幾萬人的意見如果收回來了 而且這十幾萬人都有一種感覺 譬如說我的意見真的改變了你的走向 即使只有一點點的話 那這十幾萬人對你的信任就加深 大概是這樣子的概念 然後又有一位朋友問說 如何透過社群媒體包裝外交議題 爭取國人了解以及國際支持 這個我覺得是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因為爭取國人了解跟爭取國際支持 不一定是相同的事情 我們對內轉移跟對外轉移是兩件事 我在對外就是進行這些公民科技分享的時候 經常強調的就是說 因為台灣的民主化跟台灣這個接觸電腦 或接觸自通訊科技是同一年嘛 1989年個人電腦跟1989年就是報警接觸是同一年 那同樣的1999年總統直選跟1996年總統直選 跟96年就是全球資訊網走入大家的個人電腦裡面也是同一年 所以對我們來講跟其他民主國家比較不一樣的是 他們去做政治工作或做民主工作是一批人 然後做新媒體或做社群媒體是另外一批人 但是在台灣就是同一批人 因為事實上比我年紀小的對他們來講 這兩個是同時出現的 那也就是說是第一次能夠在這上面去做 那也是因為沒有所謂的就是很長期的社會抗爭或左翼的 或什麼東西的傳統 所以也不會變成像巴黎也出現戰略運動 紐地步的時候 他們就很明顯就是那個左派的長老 原老們他們已經有幾百年的就是抗爭的歷史 他們就會覺得說這些新科技 就是他們可能比政府還要保守這樣 所以才會變成是說他們的就是國家的ETA Lab 就是他們國家裡面的這種就是創新的實驗室 還要去交佔領著怎麼樣用基本的數位工具的這樣的情況 但是在台灣不是這樣嗎 在台灣我們的年輕人他們是第一批能夠做民主化 也是第一批能夠用科技的方式來進行政策參與 所以大家都非常的有熱情 因為還沒有這個還沒有可能失望 因為這是第一代嘛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就是我們有非常多的案例 是國外看到了就會說那這個幾乎是不可能做的 為什麼還會有人做呢 那在台灣就會有很多志願者很願意跳進來說 那我們就就是成為第一個把它做出來的這樣子 那之後會分享一些案例 所以這個是我在爭取國際支持上面最常用的一個angle 那在爭取國人了解這邊其實就要看那個外交議題本身了 如果它是牽涉到專業像剛剛講未復募的例子 或者是它牽涉到就是事前的一些利益相關的一些溝通 或者扶摸一些定 或者之後可能沒豬沒牛啊這些例子的話 最重要的當然仍然是就是我們能夠多能夠 要對我們最不信任的那一方進入議程設定 就是說這個幾乎是唯一的判準 就是說當時我在去支援2014佔領運動的時候 我是同時支援了白色證明 跟就是黑色島國金錢陣線 那當時這兩個幾乎是水果不容的兩個團體 那看他們的顏色就可以知道 但是其實我們從領事政府的角度來看 就是大家都是有同學自由的 然後大家都應該有機會有行言論的這些權利 那因為我們把同樣的這個技術 然後同樣的這種收容這樣的方式 同時交給這兩個團體 反而到後來他們就是在 就是各種各樣的對付貿討論等等裡面 他們就會覺得說我們建立出來這個 你被付貿了嗎 或者其他的一些付貿的東西 就是這些網路上面的東西 它是有公信力的 因為我們並沒有限制他只有 反對付貿或支持付貿的人才能使用 他本身是客觀的 那我覺得政府他如果能夠採在這樣子的 一個客觀的或中立 或者是讓社會上的各界利益關係 人一起來討論這個位置上 那這個位置就是一個 比較適合跟大家溝通的位置 那如果政府一開始就是採在一個 加害者或受害者的位置上 那這樣子的話這個溝通就比較困難 因為最不相信政府那一批人 他不會進入一開始的疫情設定 他會等到全部做完之後再接 再來抗議 那這個東西當然就會使得 我們一開始不管多有效的溝通到 跟我們比較友善的那一關係 到最後會被取消掉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是最基本的想法 好 那還有什麼 哪些部會類運用網路工具 進行溝通上面做得不錯 我剛剛有提到不是小鳳 小鳳進入經濟部之後 他當然也開始做一些工作 但是最早從距離離社群進入 就是中央部會的是羅佩琪 是佩琪 她是衛福部的管理師 那在衛福部裡面已經有一批 就是做網路溝通的朋友 那不管是現在他們這種 就是和在附近四線視頻中 已經超級大的衛包袋把它收進來 或者是 不是衛包 我已經報了好幾次了 所以宜包袋把它想要收回來 或者是之前 爭議沒有那麼大的一些網路 的人民情願 或者連署案 我覺得他都建立了一個 還不錯的系統 那我事實上 對國外分享的大部分 也就是他所建議的這個系統 在各個不同的地方政府 以及在衛福部的操作的成果 那當然在就是連署網頁 經營商店新傳出 或者我知道勞動部有一些網 就是Facebook網站 或者是一些就是大的部會 其實之前多多少像陸正司 在Uber案上面 後來他們也就是非常會寫新聞稿之類 就是說我覺得都是有案子 就是說大家都 一開始當然都不可能那麼熟 可是透過一次一次的磨練 慢慢就會比較能夠掌握這個工具 好 那我再看一下大概有多少 哇好多喔 OK 那 好那我接下來就比較是快問快答好了 在公務體系改革 創新方案落實 會使課程整理 會在課程當中消滅於五行 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我在知道我會接任政務委員 是9月嘛對不對 9月1號那個時候是媒體們跟大家知道 那當然我10月1號才9人 那中間那個月的時間我都在巴黎 那除了跟就是歐洲各地的朋友們去交換 類似在我這個位置上的人 他會需要知道什麼 以及一些行政上的經驗等等之外 我就是拿了一個那個 應該是政大工行所的一個老師 他是電子力研究中心陳東諺老師 又寫一本書叫做民主治理 那他在講的就是科層制度 要怎麼跟我們這個民主的 governance進行調和 那他當然不是唯一電子力中心 面研究這個的老師 那他是唯一一個用就是 比較像電腦程式的方法來寫 他去計算 他用理性選擇理論去算說 一個公務員他七上門下 需要的成本是多少 然後risk是多少 然後呢他這個如果貪污的話 risk是多少 然後回報 預期回報是多少 然後他如果這個就是 在這個公文上面這個 他回應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跟他回應明代的壓力 他相對的那個付出的成本 跟回報是多少等等 所以因為我是學資訊科學的 所以這個東西對我才有意義 其他的比較是直性的描述 雖然我就是就是 兩代就是法國那一代跟爺爺 本來那一代都是舉夢教 可是我自己畢竟沒有第一手的經驗 所以說那對我來講 成長的一種成本書就非常的好用 就是說我就可以建一些電腦模型 然後去試著試算出說 我們引進哪些Leverage 就可以讓大家的動機 多多少少有一些改變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這邊在講的具體方法 我一進來之後就講了 就做了幾個嘛 一個當然就是大家剛剛已經聽到 就是我協調所有會議的主次報 然後十天大家共同編輯吧 大家覺得媒體看到了之後 一定會放大做文章的部分 加以補充一下之後 就全部公開出來 那這個東西其實就是 使大家的政治責任 以及把事情推出去的 這個動機都大幅減少 因為在這樣子一種 我們叫做透明的狀態底下 叫做完整資訊遊戲 就是雙方有點像下棋 而不是打牌 就是你沒有牌可以扣 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大家的動機 其實是盡可能開更少的會 所以在更少的會裡面 就先把自己的部門的選擇 確定 然後趕快去做那個部分的選擇 因為開越多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要措施就越多 所以不如趕快就是把自己 要做的事情的東西的 將界確定 然後就回去跟陳凡說 你看出資料 就把它做完就好了 那但是呢 如果是傳統的那種 課程式的方法 在這個中間就會 他會希望說 開越多會 也許他的事情 越能推掉或之類的 他會變成 從完全資訊遊戲 變成一個銀河遊戲 那這樣的話 其實大家的效率就會 受到影響 好 這是其中一個 那另外一個 我覺得蠻大的一個差別 就是說 我們自己辦公室 因為我都說 我是安娜奇 安娜奇就是 無政府注意者 那安娜奇是 非常有趣的一個政治信念 他就是說 我不接受別人給我的指揮 那我也不會去命令別人做 他不是自願做的事情 那這個東西 我進了政府之後 還是一樣 那這個就是非常非常 吊迴的一件事情 就是即使是 我在國際的公民科技社群 都會問我說 你怎麼可能 進了政府之後 還保持說 不聽別人命令 也不命令別人的這個狀況 那 基本上 具體來講就是 不用KPI管理來做管理 那這件事情其實 之前據說張三昇老師 曾經想要推行過 但是就是非常困難 所以到最後 就沒有做 那就還是在做 KPI管理 那所以我們自己的 就是工作小組 現在大概十五人了吧 用的是所謂的 OKR管理 那OKR管理 它的概念跟 KPI是完全不一樣的 它原來是一個量化管理 但是 OKR管理是說 每季開始的時候 每一個人 自己對於那一季 他想要做到什麼東西的 就是 目標 自己定 但是它完全就下而上了 然後定了之後呢 你要怎麼樣達成這個目標 你有哪些關鍵可以量化的結果 表示你達成了這個目標 那這個也是自己定 那每一個objective 可能寫三四個 key result下來 那這樣子定完之後呢 你一季可能就是完成四個吧 好 那部門主管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這個部門裡面 每一個就是兵組 想要做到的objective 試著加以調和 變成那個部門的objective 它同時填滿足大家的需求 那這個中間當然它不是 不可能百分之百完全match 但是至少要有百分之六十的部分 仍然是就是每個個人自己當初設定的 這樣子 那當整個部門調和之後 那個部門就有它的部門目標 跟部門想要達到的關鍵結果 它就可以跟別的部門進行就是討論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知道說 因為這個部分完全是透明的 包含每一個人每個部門 一直到就是每一個就是 所有的就是business unit 它都是跟全公司 或者說如果在這邊 就跟全政府開放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很多喬事情就不太需要做 你只要看一下你隔壁部門的objective 然後去想說有沒有synergy 那如果沒有的話根本不用提 那如果有的話 大家就可以去試著把綜合的效果做出來 那這個管理方式其實在其他國家的 就是這種內部創新的政府 實際上是常常使用的 那這也是Google啊 Intel啊 就是HP啊這些公司 他們目前的就是管理方法 所以其實是已經有一種方法論 所以我們自己當然自己試著OKR之外 我們也會試著在每一次就是 進行跨部會的就是 就是談判或者是協調的時候 去問說那大家其實這件事情 想要達到的共同目標 跟key resource是什麼 那就沒有再有KPI管理了 那OKR的另外一個好處是說 每次在考核的時候 如果你有做到百分之百 那就表示當時定的太不ambitious 那個是要扣分的 所以就是說 最好是應該是落在 可能做到key result 百分之六十百分之七十 表示你還有一些加強的空間 那如果一季檢討下 你只做到百分之二十 那不是表示你沒做好 而是說這件事情 可能就不值得你花心裡做 那你下一季就再去定別的objective 所以它是非常 怎麼講非常有彈性的 它會按照每三個月的世界的狀態改變 讓你那個很容易去改變目標 那它就不會有KPI那種造假的過模 因為造假對世界都沒有好處 這是一個自我評量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想法 好 然後 無線網路限制是否會影響我過的資訊發展 這個也是太好的問題 我一進院裡面就簽了一條專線 那那條專線就是用我們自己的器材 就不是用公共的機器 它是長網分離的這兩套不同的 一個是另外的機器 那這個東西是在新聞傳播出之前 新媒體小組就有做過這樣的一個例子 就是說它的目標只是說有一個實體隔離 你處理公文的機器 這些機器還是使用內部網路 但是如果你是要對外溝通的話 就是用自己的機器 或者用不相干的一些電腦去接這個另外的網路 這個兩個中間不要有USB 或什麼東西的資訊交換 其實它就沒有任何自然上面的 就是洩漏的可能性 那我們自己是用實體分離的方法來處理這個 那我不確定說在部裡面或其他地方 是不是也合適用類似的方式 那這確實是一個方式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即時溝通的軟體 我其實一進來之後 就架了一個叫做SandStorm的一個 軟體 它目前的網址叫做EY.SandCast.io 那這個東西我們目前還在請院子安處 進行就是資安的認證 那如果理論上次應該是1月左右吧 它就會把資安認證的結果送回來 如果這個東西它在資安認證上面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後面就會改成GOV.TW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它是 它是一系列的開放源 就是不但它是免費可以取得的 而且是你可以自己任意去改做的一個東西 它就包含聊天室 包含類似Dropbox一樣的檔案分享 包含類似Tradle的就是你的目標結果的這些東西的管理 包含類似Google Doc的共同辨輯同一個文件 或者是共同辨輯同一個試算表 或者甚至像危機百科 就是所有我們這些長條的社群團體 它只要是開源的 它就可以包進這樣子一個政府雲裡面 然後讓大家直接用自己的E1.GOV的帳號進行協作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當然首先它的實體儲存是在 就是由國法會自管出管的政府雲裡面 它不是像那一樣放在哪一個韓國的伺服器 或像Telegram一樣散播在這個全世界的9個 還是10個國家的伺服器裡面 它有一個集中管理有可能性 那另外一個好處就是說 因為它是可以自行客製化的 所以你看哪一個軟體的哪一個功能不順眼 你都可以自己請開發把它改成你要的樣子 那事實上我們現在已經就是 入口入口的意思在改這些工具了 所以隨著就是院子安處對它 如果回來那個認證是OK的話 我們會進一步就是推廣 給各部會的開放政府聯絡人 使用這樣子一套系統 它等於就是我們不需要請廠商兼職通訊軟體 我們所有的協作軟體等等 都可以在這裡面進行開發 那另外一個好處也就是說 因為這些N路什麼都是整合在一起的嘛 所以說任何時候有人在聊天室 傳來一個訊息給你 有人蓋了你的文件 等等你在這邊會有一個 就是類似一個怎麼講 通知吧 就是會有一個紅色的1、紅色的2 這樣子 所以上班就不用打Facebook 因為用這個跟用Facebook的感覺是當想的 所以就是在上班這樣 所以這個也可以多少回應大家的社交上面的一些需求 Anyway 然後我們也會盡可能把大家常用的貼圖都放進去 那這是機制通訊軟體 那所以同樣的就是 當然外觀 深入每一個國家人民最常用的那個社群媒體 然後以及可能有專職的人去管社群媒體 這些當然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之前的講師可能也應該有講到一些相關的操作 我今天就不講細節了 我對於今天聖多美的斷交完全沒有任何的意見 這不是我的專業 我事實上之前沒有聽過這個國家 所以 對 所以我這是大外行 我真的真的 我在這邊講任何去何從 可能都是這個營銷房的家 我覺得這個完全標榜是一件比較好 如果觸及非網路使用者 這個是非常好的問題 我們之前在國外演講的時候 都會分享一個案例 就是台北市的社會住宅的那個案例 台北市科文就在當選之後說 他的社會住宅不是只有10%給租不起的人 他要播出額外的20%給租不到的人 什麼叫租不到的人呢 就是好比像說 災民、遊民、單親媽媽 或者是有身心障礙的小孩的家庭 或者是原住民族 或者這些 比如說他雖然有錢 但是房東不租給他 那所以他就沒有辦法住 這樣子 但是呢 這個科文就很遺憾 他就說 但是我希望這個分配的這個方式 由這些利益相關的人 自己來決定 好 那這個就是 他是非常有挑戰性的一個工作 因為畢竟 如果你現在加一個網站 然後請大家上來填自己的發言 剛剛講的這些人裡面 有沒有5%的人有時間 上網站的這個分享可能都不一定 所以到最後就會變成 可能具有少數這個上網能力 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是利益相關者的人 到最後就把整個這個風向都帶回來了 所以在那個案例裡面 我們採取的不是請他們到網路上 而是把網路帶到他們面前 這個話怎麼講呢 就是說 首先就是先去聯絡社工 聯絡第一線去幫助這些 因為這些東西在社會局裡面 每一個都有一個絲 那就是一個組的 一個科的朋友們去 connect with 他們想要照顧的這些 不管是在民友 或者是障礙者等等 所以呢 他們先做了一個內部的 就是我們剛剛架的那種 聊天室共享資料夾這個系統 先確定每個聯絡人都有 然後呢 他們去推薦這部分的專家 或者社工 或者是就實際 碰到第一線的人 然後呢 發一個問卷給他們 這個問卷很特別 就是說 這不只是問他們對社會主宅的看法 而且也請他們推薦 市政府不認識的利益相關者 也就是說 災民會有名這些人本身 只要他還群聚在這個 我們碰到的地方 就請你們推薦 而且這個不是一項而已 他們持續做了三四項 這種棍動式的問卷 一直到收集到每一個具體的 家庫的狀況為止 所以他們去隨便這些家庫 畫了他們實際情況 以及邀請他們來 就是進行討論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看到很多 很有 就很讓人感動的狀況 它不像會有一個原住民族的媽媽 她就是聽到了 自閉症的小孩的家長分享 她實際上的狀況的時候 她就主動說 那我們原住民族 我們不來爭取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顯然你們就是更弱勢 那我們要跟漢人 就是用一種比較平等的 說我們要去爭另外那八十八 或者我們要更多保留的東西 但我們畢竟就是不是弱勢 你們才就是 真正是社會住宅上面的弱勢等等 那這個東西 它是很珍貴的 是因為如果不是我們把整個 討論班導這些人最近的地方 然後再透過三百六十度的 攝影機或其他的東西 讓我們沒有辦法到場的 可能腦心麻痺的一些朋友們 能夠實際上透過螢幕去參與 如果不是我們當時有 及時的聽打員 及時的手癒老師 及時的就是所有的 這些轉移的工作 讓就是不同的障礙者們 都能夠接到同一份這樣子的資訊 那就不會出現我們這種就是 互相還有 empathy 互相還能夠提亮的這個狀況 以前的溝通模式都是 我們先去找每一個協會的會長 然後那個會長他的講法 也不一定真的完全代表 他利益關係人的立場 他可能只代表裡面 某個大部分的群體的立場 那就會變成是說 每一個去講的時候 通常都是那一個群體裡面 最大聲的那個人在講話 然後就會變成是 一個一個溝通之後 大家還會很建議那個溝通順序 因為就跟危機百分一樣 最後一個編輯的原因 所以他就會覺得是說 那當你分別溝通的時候 大家都會很想到 最後臨門一角的時候 去跟你溝通 可是透過這種透明的 多立立相關者 全部湊在一起討論的這個狀況 最極端的意見會彼此取消掉 然後大家都會願意去聽那些 比較願意講道理的人 意見的人 就是這樣子嘛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也因為把這些立立相關者 把整個議程交給他們設定 再加上當時的社會局長 就是事先上了YouTube說 不管大家討論出什麼樣的東西 他只要跟社會主宅有關的 他都願意買單 不只是分配的原則而已 所以他們後來就討論到 非常多的東西 要混居的原則 把很容易製造噪音的 跟聽障的編在鄰居 對不對 對 這個東西是社會局 在自己關心的 可能想不到的東西 對 然後在這些訴求上面 只要跟社會局 業務相關 他就亮綠燈 表示說好 那我就把它變政策 那如果他需要跟別的局處協調 他就亮黃燈 那表示說我還要去協調 那有些他違反物理定律 或是說他這個沒有辦法 在目前的這一年 如果預算你指引 他就亮紅燈 那這個就是課責的方式 就是所有的議官寫人 他可以很明白的 看到每一個他的具體的建議 到最後是怎麼被處理 那後來他們還Promits 說每半年回來 重新協調一次 所以像當時的那些黃燈 現在因為重新協調 很多都已經沒有綠燈 因為獨發局 或其他局 就是點透了這樣子 那所以我覺得說 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示範 就是這樣子討論完以為之後 大家對於政府的信心是增加的 而這個增加不是來自於 這個科文者拍了 一些很棒的形象的廣告片 他現在在拍這個的那個意義 也就是稍微比較小一點 但而是說 大家能夠看得到 事務官的專業 然後也看得到說 柯市長願意授權給他的事務官 去進行這樣子 第一線的溝通 那我覺得這個才是 比較能夠就是常見 民意調查案電訪的方式 是否用網路方式來執行 我們用網路方式來執行 有一個好處 就是可以做成開放式的問卷 開放式的問卷 意思是說我答了幾題之後 我如果覺得說 其實我的意見沒有被充分反應 我可以自己打入我的意見 而這個東西又可以再變成 其他人說 我同不同意這個人的意見 這樣子的一種設計 那這個設計我們證明 這一陣子下來 就是你只要持續 讓我們三四個星期 大家就會收眼出一些 大家具有共識的意見 所以在網路上也是有 形成共識的可能性 那確實就是說 如果各方不同意見 都有系統爭取主導議題 這個就是爭點成立的目的 就是說如果大家討論 是非常大的議題 國家的前途 什麼叫共享經濟 什麼東西 那每一幫都會想 往不同方向拉 可是當我們把那個爭點 縮小到一個非常具體的東西 自用車載客收錢的保險問題也久 的這個東西的時候 那其實雙方必須要聚焦在這個上面 而且不只是需要聚焦在這個上面 它有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流派 它還有可能說 那雖然我不同意你的價值觀 但在這個具體事件上面 我是願意同意的 這叫overlapping consensus 那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一開始做的事情 就是把那個爭點盡量切細 然後每一個細的爭點 給他一個處理的時程 那這樣子的話 不管他各方 多個說各話 基本上在台灣 目前的這個情況裡面 不管你是多 怎麼樣的公民團體 或是怎麼樣的 就是人民的這樣子的聲音 沒有人會說 我們不應該這個 坐下來談 或者說我們不應該這個 聽不同聲音的人的意見 通常會講到這句話 都是已經被密集了 已經沒有時間了 那但是如果還有時間的話 說那我們多聽一些別人的意見 示範則語 這原來是我們文化的一部分 那這個也是 我覺得台灣很值得珍惜的地方 因為很多 尤其是歐洲國家 他們並沒有這樣子一個文化在 所以所謂 consensus 這件事情 對他們來講 是需要重新學習的 那對我們來講 其實我們本來在那個 東亞文化裡面 就有 consensus 的這個成分 只是說本來是 小數的知識精英 中間有 consensus 那我們因為民主化 讓大家都能夠有 consensus 而已 好 那開發政府做到極致 會被替代立法委員 好 其實我覺得 立法委員還是有他的專業 就是說他 畢竟是立法委員 所以說人民的聲音 具體的訴求 怎麼轉移成法條 我覺得這並不可能 這個一下說我們說做到極致 所有人都非常懂法律 以及法律之間的 互相的那種 就是聯繫關係 一個應改成德 會影響到其他法律 我想這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我覺得 開發政府即使做到極致 仍然有專業立法者的空間 而且我也覺得說 這樣子他們的價值 才更被體現 因為這就表示 是說人民已經聚集出了一些 具體可行的想法 可是他們要把它轉移成 就是實際上在執行上任 時候不會碰到困難的一些東西 那這樣子的專業 我覺得是非常值得珍惜的 那很多立法委員 他也是那個議題部分的專家 然後他也是自媒體 所以說因為他是立法委員的關係 所以他就可以把這個法案的影響 或者這個法案 他想要造成的影響 好了 更容易地去溝通 跟更多人知道 所以我覺得他跟代議 他是互相互強的 他並不是一下子就說 那我們取代要代議制 除非說突然之間全國的人 對於就是小學生在填 我志願的時候都填 這個我要當立法者 那這樣子說不定是 是可以做到 就是每個人都有這個 立法專門技術 可是我覺得 至少在我有生之年 應該是不會看到這樣子的狀況 還是會有專業立法者出現的狀況 我自己用Twitter 用非常多 然後 事實上 在我接受某一次媒體訪問的時候 還邀川普到台灣 然後來感受起我原天的真實性 然後 也就是在Twitter上面直接tag他 他當時還沒當選美國總統 好 在那個情況之下 我覺得還蠻有意思的 就是說 我碰到的這個國際的 尤其是外交的朋友 就會問說 你要川普來談 這個體驗氣候面前 到底是什麼想法 然後 我就說沒有啊 就是 就是說真的啊 就是說他體驗一下 說不定就會 願意更尊重一下 發言協定 那在這樣子的前提底下 就是 世上各國的朋友們 都在Twitter上面 表達過程度不移的 很多用詞 會 比我沒有我那麼 未來過減少的 這樣子的一種想法 那當然 就是說到最後 川普他在當選前 他就已經說 就有點轉彎嘛 就是說 欸我不一定要 推出法理氣候協議 我保持一個open mind 然後記者去問他的時候 他就說 好啦其實 這個氣體 確實是人為產生的沒有錯 那這個東西 當然跟國際壓力 可能沒有關係 但是至少他 在表達這個的時候 他是會及時讓 就是他的支持者 也會知道這件事情 就是中間沒有時間差 他的立場轉變了 或者是說他的 做了什麼claim或怎麼樣 他的一大堆御用的推推帳號 就會開始幫他洗 說好 那這個 果然這個 就是川普 他是能夠理解到國際的現實 什麼之類之類的 他就會開始 有非常多 美化性的推推出現 所以我當然會覺得說 在國際上面 用推推進行外交 已經是一個 實際上發生的事情 那我們這邊如果有 就是 比較能夠研究 有所謂的朋友 用這個東西去做外交的話 他可以 嗯 繞過非常多 實際上面 就是我們在多邊組織 或其他東西 你要經過層層滴滴的程序 才能跟別人講到一句話 的這個狀況 那 以我們開放政府界 大部分的部長 或者像我類似 我的這種政委員層級 那朋友們 其實都是非常活躍的 Twitter的使用者 所以 我們不管是做了什麼事情 或者是 有什麼想要跟彼此分享 我們首選就是用Twitter 那我到這些國際場的都是 互相有推推帳號 所以我當然是覺得說 這是一個 至少以我自己個人身材而言 非常好用的一個東西 那我們要不要用官方的方式 去使用 我覺得這是處理外交專業 不是我能幫各位判斷的 但至少它在 直接跟這些人 通話上面是非常非常好用 那如果處理授權的議題 我覺得這個就是很有意思 就是我們之前在做 開放政府的時候 我們都是前部會主動的提議題 所以部會拋過來的議題 好比像說Uber 好比像說 B&B 好比像說這些議題 通常都是那個部會 自己覺得說 這是跨部會的 或者是我這個部會 自己覺得 沒有辦法擔任全部的政治責任 對 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就會很願意把它拋出來 給全民來進行討論 因為確實 一個開放政府的討論 或社群網路的討論 它是能夠一定程度上 重建一個東西的 就是legitimacy 它的正當性 但是反過來講 就是說如果長官會有某一個特別部會的人 覺得說 其實我就已經很懂了 而且我自己處理這個就已經夠了 我不需要更多的意見來來擾亂我 那這樣子的話 當然一部分是不相信 比較不相信人民嘛 就是說人民可能民粹啊 或什麼的 那在這個情況下 當然也比較不願意拋出來 給大家知道 給大家討論 那但是反過來講 就是說即使當然真的就是你最懂 那最後也做出了正確的決定 可是這個比較不相信人民這個過程 大家是會感覺到的 所以就會變成是說 那也許這個政策是正確的 可是人民因為這樣的關係覺得 那我更不配信任 因為我最後才知道 這樣子 所以這兩個是要互相權衡的 就是legitimacy這件事情 當你在用比較封閉的方式做決策的時候 每一次是稍微喪失一點點 也不多就一點點 那但是這個一點點 跟就是這個討論的意常受控制的程度 它是一個trail 那我並沒有想要強迫大家都覺得 一定哪一邊天比哪邊比較親切 因為畢竟那個議題的專業程度不一樣 但是我相信就是說 很多時候如果去想說這個legitimacy 你可以因為公開或比較透明的方式 稍微把這東西拿回來一點點的話 這個其實是一個值得考量的事情 那終於我們到最後一個 就是今天分享的內容 在國際傳播的業務 我待會會稍微分享一下 其他國家是怎麼做國際傳播的 然後我們再來實際看這個問題 那最後還有一位朋友說 就是government's responsibility are different from individuals how to promote norms to make cyberspace safe and responsible 這個其實就是要從自己做起嘛 像舉例來講 我自己有一個one slide的頁面 那這個頁面呢 其實它就是類似部長心腔這樣子的東西 但是它跟部長心腔的差別是有大概三個 一個是說它是完全公開的 就是有人提了問題之後 別人都看不到這個問題 只有我看得到 但是我一旦回答了 所有人都看得到 那這樣子呢 意思就是說 我同一個問題不用回答兩次 因為任何時候 後面的人回答的時候 問的時候 他只要做全文搜尋 或甚至有人問了不同 就是同樣的問題 我只要貼之前的連結就可以了 它變成一個類似 問答的知識庫的這個狀況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 因為它的順序是由我自己來排列的 所以說雖然大家問了我這麼多的問題 但是我現在比較想要大家注意社會企業 所以我就會把社會企業排到前面去 這樣子來問我問題的人 第一個就會先看到社會企業面 我現在想要跟大家討論這個嘛 這樣子 那所以這樣子的好處就是 它的議程設定權是掌握在回答的人手上 而不是問的人手上 如果你是用Facebook的話 是最後一個問的人贏嘛 對不對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可以curate 你可以去做一定程度的策展 那第三個我覺得蠻大的一個好處是說 這個東西它是 目前有1545個人在訂閱 意思就是說 當我回答一個問題的時候 就有1545人的E-mail裡面 同時收到這個問題跟我回答答案 裡面包含絕大部分 考行政院的線上的記者 那這個的好處就是說 每一次只要有一個可能的 需要澄清的東西 或一個微包袋 或一個什麼出現的時候 我甚至可以自問自答 就是說我拿一個 另外一個帳號來問我自己這個問題 然後呢我就趕快把它回答掉 然後一回答的時候 1545個人都會收到我的回答 這樣也不用炒作新聞了 因為他們就發現說 因為我不接受獨家的訪問 所以任何人他思緒問我一個問題的時候 我就立刻用我剛剛的那個 代帖的那個帳號 幫忙他貼到這裡來 然後公開回答他 那這樣子的好處就是 第一個我不可能被斷張取疑 那第二個因為我在回答的時候 是因為一種比較生活性的 一種比較平順的一個口吻 所以說對大部分的線上的記者來講 他只要複製貼上 他就可以發新聞 那所以從他的角度來講 他完全沒有任何動機去把我的訊息 再做加工 或是再加一個文不對題的標題或什麼 對他來講 他的payoff最高的 就是把我的回應的權文 直接複製貼上 變成他發的即時新聞 因為這樣子他比任何人快 而且他沒有任何成本 而且他絕對不會被當事人告 因為這是我寫的 對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反而每一個媒體都變成類似中央社 對那這樣子一個情況 就是說來搞照燈的情況 但他並不是由於他們跟我感情多好 而是說他們的同業也同時都收到了我的同一個回答 所以說他要是不發的話 那就來不及了他同業未發 這樣子 所以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去重新定義 就是跟媒體相處的一個生態 那所以這樣的好處說 只有真正願意做調查報道的人 他就會願意花時間再去往下挖 然後再去問更神的問題 那那些只是想要發即時的 基本上我寫什麼就發什麼就好了 所以在這個前提底下 其實他就變得比較安全 而且比較責任 因為他比較安全 是因為大家如果來問我一些 就是根本就是人生攻擊的問題 那如果你是在Facebook上面的話 你要去把它刪掉 你要去關蛋 你要去別人會說言論審查什麼東西 那對我來講我不回答就好 我不回答大家都看不到 但是這個是Safe的部分 那Responsible的部分 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說 像瘋傳媒有一位夏珍老師 他問問題的時候呢 後面就會跟上 他是幾年幾月幾分幾秒問的 那他就是開始按馬表 開始酸說 我花了多久回答這個問題 那然後媒體朋友們都發現說 我基本上一天之內 甚至是一小時之內 只要吃重要的問題 我馬上就回答 馬上就回答 那這也是建立故事的一個方法 因為他們就知道說 他們在目前這個new cycle裡面 不用再去鋼敲測試 他只要在上面提 一定可以得到一個說法 這樣子 那所以在這樣子兩三次試探下來之後 他們就發現說 我非常的responsive 那這個responsive 從他們的感受來講 就是我很responsible 就是說不會想多問題嗎 這樣子 因為我如果閃躲問題 所有人都看到我閃躲問題啊 那大家就可以追問說 為什麼這個鄭文明 這個就是閃躲問題等等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等於我們keep each other honest 每一個記者為了不要丟臉 他不會問沒做功課的問題 那我為了不要丟臉 我每一個問題 必須要是失問失答 沒有辦法失問許答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恰深第一次的信任 就是從自己做起吧 好 有人問緊請的政委 也開放現場提問問號 謝謝 當然可以啊 那就開始提問吧 既然都有人緊請開放現場提問 表示有問題要問 好 請說 請說 你有沒有碰到 在網路上鬧場的人 常常就有這樣的人 找亂線 對 鬧場的人 當然有碰到過 是 我們基本上 在網路上面 我們分成兩種空間 一種叫做發散式的空間 像Facebook 它的設計的目標 就是讓你在上面 停的時間 越久越好 所以說任何人 只要有人提到你 或者是回應 或留言 或鬧場 他就會搶掉所有人的注意力 然後Facebook 又多賺一些廣告費 這樣子 但是呢 我剛才講的Wise Like 或者是說 我可能Demo一下 我們討論Uber內案 用的Police等等 這些都是所謂的收斂式的空間 收斂式的空間 意思是說 來鬧場的人 他只能浪費他自己的時間 不能浪費到別人的時間 那像 在我剛剛那個問答的問題裡面 如果來鬧場的話 這個是很明顯的吧 他只能浪費他自己的時間 那在 我們這個空間 叫做Police Pol.is 這個空間裡面 它是這樣子的 這是一個開放式的問卷 我當時請交通部 經濟部 財政部 各自寫了他們的一些Statement 然後呢 發表到這邊 這位Doremi網友 說他贊成物館和繁華 讓消費者多一個選擇 那你可以選擇 你同意他 或者反對他 相信你反對他 你就可以發現說 你的Police 開始往這邊移動一點 我覺得搭計程車 是一件冒險的事情 因為車量品質深思不齊 也許贊成 好 等等等等 那所以 在這樣子 就是回答了一陣子之後 你就會走到 這個Police裡面 某一個部分 我們就可以開始看說 左邊這群人是覺得 未依法營業達成有風險 而右邊的人 其實不這樣同意 那 左邊的人 另外還覺得說 主要是 這個 他的車量沒有認證 而且他管理制度不同意 那 右邊的人主要是覺得 不趕時間的話 就算騎乘車他們也叫Uber 然後呢 以及這個Uber開車開的比較好 然後 之類之類 好 那但是呢 這兩組人雖然他的想法不一樣 當你按共同意見的時候 他們是有一些東西是92%的人 是所有人都贊成的 那好比像說政府應該要 設定電子招車的這種新的法規 就是我們在高雄已經上線的那個 多元化計程式的方案 透過類似五個人 互相打分數的方式 來讓電子招車這個品質增加 然後大家都覺得 還是要審核人員 才能夠保障乘客跟駕駛的權利 然後大家都覺得 應該要投稿汽車就是乘客責任線 跟司機的一彎線 但是這個反規也是要修訂的等等等等 所以說這個空間之所以它是一個收斂的空間 就是因為你來亂完全沒有好處 你來亂 它沒有辦法回應嘛 你看到它講這句話 即使你不贊成 它沒有給地方給你回應 你唯一回應的地方就是在這邊寫 我覺得怎麼怎麼樣 那你如果寫我覺得怎麼怎麼樣 這個是太就是太無聊了 或者說沒有心意 你沒有講出別人已經 沒過的point 那很多人就會按掠過 那只要足夠多人按掠過 其實接下來它就比較不會出現了 所以說這是一個 等於讓大家都分攤一些版主的權限 的這樣的狀況 來維護討論的品質 然後同時也要大家看到說 雖然大家可能南遠北撤 但是呢 在這個南遠北撤中間 還是會付出一些 大家都能夠同意的東西來 那當時我們是Promise 是保證說 任何在這邊分數高於百分之 是八十的 我們就拿來指令跟Uber的政策 我們就拿來跟Uber進行談判 去年八月的時候是這樣做的 那所以說因為這樣的關係 其實台灣嘛 就有人考了八十分 就有人考八十五分 就有人考九十分 就有人考九十分 就有人考九十二分 所以大家都會想辦法去競爭 提出一些足夠折衷的觀點 然後來得到就是跨陣營的共識的高分 好進入我們的討論的談判的議程裡面 這樣子 那所以因為有這樣子的熟練室的空間 不管是Police 不管是Wise Like 不管是我們在院裡面 有加一個叫Discourse等等 這些空間 它是讓來浪費人時間的人 只能浪費到自己的時間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就不是很怕來搗亂的人 那當然如果是在Facebook 這種就是來搗亂的人 可以浪費掉所有人的時間 你就會需要一些幫忙 不管是全職的朋友 或者替彈營 或者是一些寫好的人工智慧程式等等 它還是有一些方法去讓它盡可能的熟練 通常的做法就是我們在Facebook上回 但是會有一個連結說 你在這邊的留言我們收到了 但是你要在這邊留言它才有局數理由 這樣子 那是在把它倒流這樣子 像Peggy最會做的方法 她在衛福補 就是在衛福補粉絲頁 不管你有什麼 她說我們已經把你收到了 這個別的線上討論區去 那你如果有意見或怎麼樣 請在那邊去提出 那在這邊人數最多的 我們會定期每兩個禮拜來回應 但Facebook這邊我們就不會主責回應 這樣子 就是說你可以創造一種Epower Space 所以到我現在還是很多記者以及朋友 明星的朋友會在Facebook 傳私訊過來 那任何私訊我都已經就 複製貼上說請到Yslack上面 問我們問題 我只會公開的回答問題這樣 其實你還是可以用Facebook 但是把它做一個倒流的作用 大概這樣 好 還有什麼想到的問題 問題 分享 請說 我請教一下 就是這一期的經濟學 然後那個Cover Story有關那個 談到中國大陸正在進行一個實驗 就是用數位來管理 把你所有個人的資料 都在公共的網路來公佈 這個是不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就是說在政府的這個 而自己的效能上面 是不是更好 比民主公民 我們談的公民論壇這種更好 確實啊 如果你的目的是追求效能 就是追求最大程度的決策效率的話 那它當然是更好 這沒有什麼好講 因為其實同樣的技術 我們這邊所講的所有技術 你放在一個他們叫民主集中制 對不對 放一個民主集中制的政體裡面 比起單一民主制來講 它當然可以更有效的 把它往特定方向帶 那我們這邊做的這些民主的工具 我們放在台灣的目的是 要試驗一個 就是讓公民社會的每個人 可以往不同的方向走 然後我們是把 就是整體環境做到一個 大家可能最不滿意的人 都可以接受的這個狀況 來保持這個社會最大程度的 的彈性或者最大程度的活力 這個其實就有點像 KPI管理跟一個OPI管理的差別 KPI管理你也可以設計非常多東西 把它設計到極致 就變成是說 只要最上面的那個人 有一個命令下來 你透過KPI管理 讓所有不服從的人 都沒有任何聲音 然後他就只能非常有效的 去完成最上面那個人的這個決策 那我覺得那也是一件事情 就是說那 試看你的價值是什麼 你如果覺得是說 往特定的方向去做特定的一個政策 它是一件好事的話 那當然你透過芝麻信用 或任何他們內部部署的這些網路工具 它可以有效地做到這件事情 那在台灣 我們因為至少我 覺得說多元這個價值是高於 就是透明或者殘餘或者是可責的價值 我覺得多元是最重要的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設計出來的東西 是往多元的這個方向去做部署 是讓越來越多不同意見的人 還是能夠學到怎麼樣彼此相處在一起 而不是說一個意見把其他意見消引掉 但是我理解說很多 朋友覺得後面那個東西就是效率 是有意義的 那所以我這個東西是價值評端 我不會做價值評端 所以說但是我同意說 確實就是中華人工或政府 跟這邊是在做不同的實驗 那但是用的很多地層的網路工具是類似的 那就是整個文明會看到說 這個實驗做出來的結果是怎麼樣的 市長我想請教 從這個太陽花事件以來 那我們可以發現就是說 所謂這個政府啊 它開始注意到這個 比如說網路的這個公共論壇 那希望用開放式政府的方式 逐漸引進來作為制定政策的工具 但同時一方面的輿論也在質疑說 網民的意見能不能代表全民的意見 也就是說一方面你網民的參與 等於說去挑戰了這些 這些政治上的精英 它對於這個議題設定的能力啊 那同時 固分的輿論會擔心說 網民它自己去壟斷了這個議題設定 然後來主導什麼政策的方向 那政府運用這些工具來作為制定政策參考的時候 有沒有更精準的方法 然後去等於說真正的去抓到這個社會的實際上的莫洞 而不僅僅是就是說比較喜歡參與 比如說網 在網際網路上的論壇啊 或者是說這些開放行政策 畢竟我想這些人 他可能就是說他的想法或對某些議題的看法會是比較集中的是不是 應該這樣講就是我們今天一定要開放行政策 我這個應該沒有問題 就是說我不然的話就是只有帶手機的人才能問問題 這個是非常非常明確的狀況 但是反過來講就是說 你說這些問題有沒有代表性 它不需要有代表性 就是說我們整個目的是在事實的收集 或者是感受的收集上面 讓我們知道說社會上有多麼多元的不同的感受 我們可以看到像在烏龜安這邊 它的重點並不是在讓大家知道說 目前風向是那邊多 事實上我們當時的用來決定的方法是說 你要convince super majority of people 所以它不像說如果現在是55分 你要說服50%加上另外一邊的一半 那是75 如果是64分 那就是60加上40的一半 要說服80% 如果是82分 你要說服90% 就是說你無論如何要說服到少數那組的一半 加上多數那組的全部 我們才把它拿來當作談判的agenda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這個就是所謂的enforce the plurality or diversity 它是強制的多元性 就是說 我們只看一件事情 就是你提出來的意見 能夠多說服跟你意見不一樣的人 這樣子 那所以在這個前提底下 我們這張圖它代表 並不是社會上這組人多 所以我們就聽這組人多 這不是投票 它所代表的是 大家意見有多麼多元 以及大家能夠多live with it 就是多虧管一旦可接受 我記得這個 survey剛開始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同時送給就是台灣大車隊 送給全民 送給Uber 對各種不同的群組 他們是同時撒下去 所以在第一週的時候 我們人就是在四個角落 然後這四個角落中間完全沒有交集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說很明顯就是 就是計程車的司機 Uber的司機 Uber的乘客 跟其他人這樣子 然後這四組人不但完全沒有交集 而且所提出來的意見 都是非常非常的激動的 就是說 你為什麼明天不把它斷水斷電 什麼之類的這種 這類的意見 但是因為大家理解到 我們的遊戲規則是 你必須提出能夠說服跟你以前不同的人 我們才納入影場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這個空間 自己慢慢的時間過去 人就開始往中間聚集 表示說有人願意改變自己的感受 或是至少聽跟他意見不同的人 慢慢慢慢趨近 這樣子一種就是共識的狀況 所以說 我想 我在這邊想要講的是說 第一個 網路工具它不可能取代 實體人跟人之間的見面 我們實體人跟人之間 永遠是這個頻繁是最大的 因為可以透過你的表情 肢體手勢 那當然大家都知道 我們非常喜歡玩VR 就是說VR它是可以 一定程度上面 在網路工具裡面 重現這些非原訊息 但是它永遠不可能取代實體 但是它可以做什麼 它可以augment 它可以去補充實體的不足 它比較像說實際上 剛剛就不可能同時 二十三個人一起舉手發問 實體它也有一些空間上的限制 但是因為我們用了網路工具 所以你可以二十三個人同時發問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發問的人也仍然是現場的人 這個東西它並不是一個公開的網址 所以我知道說 在這上面我提問的人一定就是 坐在這邊的人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它就比較沒有代表性的問題 它只是讓本來沒有辦法發聲的人 多了一個比較安全的方法可以發聲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 我們在augment 就是在補充實體 見面的不足的時候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是說 它代表那些還不願意 足夠相信政府的利益關係人 通常我們在開這一類的公聽會 或諮詢會的時候 我現在有一個習慣 就是我會指著攝影機說 這個攝影機代表 今天不能來的利益關係人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事情 就是說 並不是因為它今天不出席的公聽會 它就永遠不相信政府 它只是現在還不相信政府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讓攝影機去取代它的這個位置 然後說那你至少可以看直播 看錄影等等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這個利益關係人可以透過 看到其他利益關係人 是有誠意的在討論事情 而決定多相信政府一點點這樣子 那所以這是另外一部分 那同樣的策也無關不代表性 所以我完全同意說 我們說決策的四個部分 先確定事實 確定大家的感受 就是對於共同事實的感受 然後確定對於這些感受提出的建議 那建議的話 還是根據它能夠多照顧大家的感受 以及最後才做決定 那大家很容易說 我們透過網路 馬上就往決定這個方向跑 iVoting之類的 那這樣子的話 當然就是對於正當性不一定有幫助 那但是如果我們可以多花一些時間 讓網路去做事實的呈現 去做感受的收集 不要一下就跳到建議跟決定的話 這樣子就沒有代表性的問題 因為我們只是要知道 這個時候會有多少度緣的聲音而已 那所以我現在盡量就是 在往前期溝通這邊做 那最後在後期這邊 盡量不去追求說在網路上面做點子投票什麼 我覺得我們沒有這樣子的土壤 然後這個文化 也不一定是我們值得去鼓勵文化 所以真的大概是這樣 好 那有人說時間不夠 可以先了解一下正文員們要分享的內容嗎 好啊 OK 好 我其實本來要講的是其他國家是跟我們也有經過類似的一個狀況 我這次去西班牙 在馬德里那邊待了大概兩個星期 可是第一個星期是作為機器人在那邊 我是開一個就是等升高的機器人 然後在那邊走來走去 然後跟這八個國家的團隊進行協作 所以在這樣的前提底下就是說 他們都已經很習慣我作為機器人跑來跑去的這個事實 然後我再飛過去跟他們再待了一個禮拜 那這個東西有很多好處 第一個是說因為我是作為機器人遙控 所以整個過程是錄影的 而且是360度錄影的 所以我可以很容易在飛機上去review一下我的學生 這個到底就是做過了什麼事情 那另外一部分是說大家都已經很喜歡我的存在 所以我去的時候就不會有一種好像很陌生的這個感覺 那為什麼馬德里會變成公民科技的輸出股呢 當然也是因為第一年他們爆發過非常大的一個戰略活動 是WAN 那所以呢在 當然他們當時的技術也不是他們自己發明的 那是圖西亞那個時候發明的 然後那這些技術其實網路 運用網路社群人體其實從頭寫這個 就是物資料度這些東西的技術 都是在網路上公開可得的 所以說當時這邊用了 那就去西班牙用嘛 西班牙用了 這張圖上面這個人是佔領紐西蘭嘛 所以就是佔領威英頓就用了嘛 那他們用了那號系統Lumio 我們在318的時候用嘛 然後我們用了也有做一些新的報告嘛 所以他們在巴黎佔領的時候就用了 所以其實全世界的戰略者網路是不斷的這樣子練兵的 就是說我們每一次有整理出一些 使用這樣的戰略工具的新的 我們就會毫不保留把它寫出來 那下一個戰略運動是奠基在這樣的一個基礎上 那所以那也有一些戰略運動 像這位 Pablo Soto 他也是寫成實的 然後就變成實議員了 所以他發現說我進台灣這個政府之後 做了這種Vetical Transparency 出自搞啊 有這樣子一些技術背景 他就馬上說好難開 那是一位要來推這樣子 就是說他這些所有這個技術上的東西 是他們容易去做的 那當然就是他們很會選舉 跟我們這邊不太一樣 所以說他們的選舉是第一次就變成第三大黨 然後他們的那個就是 就是相當於我們的綠色毛 也是拿到14% 所以雖然一支組聯合政府上面有一些小困難 但是至少在地方層級 他們拿到了相當多的就是市場 所以就是Decide Madre 這個東西就變成非常重要的一個東西 它就包含聯署 包含參選預算 包含就是即時討論政策 包含線上投票等等 他就寫了這樣一個開放的系統 那在西班牙語其國家 就是散播得非常快 那像這次我去的時候 就有就是什麼哥倫比亞 或者是巴西也有 實際上就是有全世界各地的國家 都會來馬德里那邊 有點像取經 就是說他們有哪些開發出來的工具 他們可以使用 那歐盟本來就有一個叫做DECENT 就是專門來實驗這些在街上的工具 怎麼樣進入政府裡面 進行開放政府的應用 他們變了非常多錢 但是呢他們最缺的就是實驗的場域 那因為並不是每個地方 都很懷疑這種東西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說大的實驗 強餘四個嘛 巴西爾文的馬吉爾克斯坦奇 跟那個冰島的瑞克利克 這四個裡面 西班牙就佔了兩個 現在很快有一個可能不是西班牙的 但是就是西班牙就佔了兩個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是他們很容易的 就可以去做這種萬人的 編數提案等等這些的實驗 然後去做電話分析等等 那所以我這次想要分享的就是說 馬德利他們這邊就是非常有意識的在經營 他們的這一套工具的公民外交 他們不但把它客製化 而且會一直去辦就是這一類的工作坊 讓各國都來類似朝聖 就是說帶一些他們都用的公民科技回去 那他們這個是他們外交上面 這個還滿花力氣做的一件事情 那當然呢同樣的這些工具呢 其實也不只有就是西班牙語系嘛 其實英美還是就是大眾 那這邊是就是美國國家民主研究院 他們也是花了相當的力氣 去把常見的英語系的這種公民科技的軟體 都全部穿在一起做成所謂的democracy tools 那這個通常就是說當他們輸出革命之後呢 他們就會需要這個做出一個民主的政權嘛 那但是這個每一次他們就是輸出革命之後 這個出現的東西其實也不一定更比之前更透明 這個是大家都可能比我更專業的事情 所以說很容易做出反權力 可是做出反權力之後的那個新的權力 也不一定更好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從他們的角度來看 也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 是你可以輸出就是佔領或暴動 可是你沒有辦法輸出在那個之後的民主體制改革 所以他們就花很多時間去解決這個問題 那你就是特別為開發中的國家 那當然最大就是英國的麥瑟桑 然後還有很多其他軟體 然後還有很多其他軟體 然後他重寫給開發中國家使用 那當然他們也是同時輸出 美國的一些雲端的這個服務商 但是因為就包含就是候選人給問嘛 就是去像我們這邊也有總統給問嘛 市長給問嘛 就是在選前就要求他們做一些政策上面的承諾嘛 那當然很多人做票是一個問題 那在台灣其實就有在座開票所 我們有爭取到就是能夠即時的去設議 然後去回報任何開票上面舞弊的狀況 那當然在台灣是很有意思 因為我們其實已經很公正很久了 但是公民社會對這個東西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他們一定要親眼都看到 那在其他的國家他們就很羨慕我們有這麼多的 而且這麼好的工具能夠來做監票的工作 所以他們就會拿我們的這些軟體去 然後呢去實際上他們還真的還蠻需要監票的地方 然後去保證它的開票的正確性 然後當然還有Fix CRM 就是每一次你要組織一個campaign 一個連署或是一個什麼東西的時候 你需要知道上一次支持你的人 還是不是支持你 然後讓他們知道他們有一些具體可以做的事情 然後這個叫Fix My Street 就是任何人可以 其實台北市已經進來類似的系統 很多地方現實都有 就是一個手機版的1999 你可以就是到某個道路上面發現這邊路壞掉了 你只要拍個照 它打一個卡 那這個東西就會直接接近它1999系統裡面 那這個在開發中國家當然也是非常好用 以及這個要開發平台 還有連署案等等 那所以Damp Tools的這個做法 其實跟瑪德里不太一樣 瑪德里是他希望自己做一套工具 然後輸出到所有可能用來開發整個國家 那Damp Tools的做法是他們都不自己行 但是他們就是把台灣做得好的 英國做得好的 其他地方做得好的 拼成一套 然後按照他們的那個被原住國的需要 然後去克制化 就是他們的語言 這個能夠用來開發整個軟體 那一部分人也是希望他們援助這些國家的經費 不是跑到特定人的口袋 而是在一個相對透明的情況之下被使用 這樣子就是他們的用法 那在台灣 我們就是在外交上面跟這兩個系統都不太一樣 但是我們通常會講的就是我們的公民社會 怎麼樣實際來幫助議程的設定 那舉例來講 我們當時本來想加入開放就是開放政府這個聯合的聯盟之前 我們就已經參考了就是白宮的就是WeThePeople的這樣一個聯署案的概念 所以有五千個人提點子 那這樣子新政部門就必須要回應 那這個想法其實並不是一個新的想法 但是在台灣就做得特別好 那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就是剛好碰到就是進來做網路溝通的Peggy以及她的TIE團隊 那所以在那個情況之下 我們的規則跟別人並沒有什麼不一樣 同樣是五千人便需要回應 但是在很多別的國家 他的那個回應 他不是立刻回應 他是等到60天或美國有時候等到120天之後才回應 而且他的回應呢 有的時候也是有點避重就輕 那我們這邊的第一案的成案是讓癌症免疫細胞藥法修法法案 在12月底之前送入立法院 那這個東西你如果只看它的標題幾乎是不可能的 因為它是10月14號才成案 那這個東西實在是太短了 這個時間你要做願案你要做什麼都很不可能 那但是呢在別的國家也許它只要回應一句說這個infeasible就可以了 但是呢在我們這邊呢就很認真地去處理 我們怎麼很認真地去處理呢 首先呢就是先去見這個提案人的夫妻把他們約過來 然後呢Peggy她就自己打了大概17000字的組織稿 然後請微服部的朋友們具體去理解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是因為她的連署裡面只有她的建議的部分 但我們想要聽到事實跟感受的部分 所以因為有了這場對談 我們才聽到事實就是她自己是好像鼻炎來吧 默契的患者 那她自己就在一直飛日本接受這個治療 那在台灣確實還沒有開放 然後呢如果醫生要做日體實驗還不能收成的 她要自討腰包 所以幾乎很少醫生在做這件事等等 那感受就是跟她的利益關係 這五千人裡面原來有那麼多人 就本身就是癌友 那這個很難比這個利益關係更大了嘛等等 所以就是說在這樣子的收集之下 就會去說服她說在這17000歲的組織稿 做完之後她的主訴求到底是什麼 所以這樣子討論之後就發現說她不一定要立法 她只要讓更多癌友指導加入人體實驗 申請流程簡化 大規模開放電力細胞治療 而不是個案申請等等等等的 那這裡面每一個其實都不需要立法 每一個都是在法規層級 命令層級 或者是FDA的那個要的列表層級 都可以做得到的 那當然很重要是這五個訴求釐清之後 她是先在14號前來嘛 一個禮拜之內就先公開說 我們跟提案人討論過了 而且她願意把她的訴求改成這五個 那這個也是讓所有癌友知道說 衛福股是做一個很有責任的核心性評估 那Casper就是提案人也願意做這件事情 然後呢接下來呢 衛福股還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叫做專醫 因為其實免疫系統療法是一個非常專業的東西 其實我當時在看到PayPay的資料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她就是把每一個訴求等於是每一個徵點 都翻譯成我們看得懂的東西 然後還做得很漂亮的就是籃包啊動畫啊 就是這一類的就是說明的東西 那在這樣的前提底下 大家才知道我們在問的那個東西 或者是他們在要求的東西 到底會有什麼意義 開放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接下來呢 衛福股本來就有組成一個 再生醫學及細胞質量發展的資訊會 那這資訊會的19位專門的委員呢 其實本來就有排各種各樣的議案 那免疫系統療法 這個可能排在蠻後面的 但因為有五千人的連署 所以他們就願意把它提到前面 來討論 所以同樣的就是跟剛才這個網路提問一樣 就是說 他並不是真正來決定你什麼 他可以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東西很多人關注 我們先來討論 接下來他們就開了三次內部的諮詢會議 跟兩次外部的諮詢會議 也都是次長部長主持 該到的都到了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非常認真的在處理這個可能性 那每一次同樣的也就是做會議記錄 把整點收攏 收攏之後 下一次處理上一次的整點 到最後到沒有整點為止 那這樣子最後沒有整點的時候呢 他們就在等於六十天之後正式的回應 正式的回應呢 就是說 那我們會修訂原體實驗管理單法 而且醫師可以擬定附屬計畫 然後收取必要成本的備用 預計在一到二月之間把它完成 也就是說 人民并不是說你六十天之內 一定就要通過什麼法案 或通過什麼東西 它要的其實有點像是 我們在做宅配 或者是在線上訂購的時候 你要知道貨物送到哪裡 那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它是很最後的 它成案之後的三天就先預告說 我們在10月31號以前會聯繫提案人 15號以前會談點相關的事實資料公開 12月13號會做可惜性評估等等 也就是說 你就不用一直去猜 微服部罩也要做什麼 你只要在那一天回來 這個地方看 綜藝平台看 你就知道它把這個訴求處理到什麼程度 也是因為這樣子的可預期性 加上它都說到做到 所以還有就是很願意放棄 那當然從媒體的角度來看 就是它還不需要到四月公告 它1月27號這個預告出來 那報紙就都出來了嘛 就是變成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那當然更重要的是說 提案人他自己覺得他的訴求 有非常充分的被滿足 然後全台來也都很感謝他們等等 那但是事情當然是有暫時 有兩個 一個是說 當時可以給自己打的 17,400的出資稿 那個出資稿是沒有上網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它裡面也都沒有機密資料 就是只是那個 來提案的人在講他的訴求而已 為什麼連這樣都不能上網呢 他就問他的這個同事 他的同事就說 那是因為你打字塊 但是我們在建立這樣一個制度之前 下一案如果是唐陽斌 或下一案是什麼 月亮杯之類的 如果當時你走了 然後我們替代英文化打這麼快 那我們勢必沒有辦法有數字稿 只能有摘要稿 那這樣他們就會抗議 說為什麼獨厚愛證 什麼東西的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行政部門很在意一個 consistency 就是一個一致性 所以我們現在有了 那以後就不能沒有 它會變成標準配備 那後來Peggy它內部有 就是把料理有做一些改進 所以他們現在這個變成標準配備 但是在當時這個成本 是仍然是有的 那我們這邊當然是很感謝就是 科會辦嘛 科技匯報辦公室 sponsor我進這個公務門之後 一小時2000元左右的書 速度10的工作 是能夠用國家的科技經費去cover 但是我會覺得說 如果它能夠省一場會議 其實這個錢就省下來很多 那所以這個東西應該是常規預算 那它是有成本的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 在他們預告之後呢 我們知道1月27號 雖然新政府還沒有上任 但是新國會已經上任了 所以新的國會就由於新的立委說 為什麼你們可以公告這個 按該法規制修正 竟然來自國發會政策平台一人提案 而且空前絕後 其實沒有絕後 但是這是空前 因為這是第一案 然後會服務馬上組成資議會 半個月甚至竟然開兩次會議 馬上修改法規 這個架空醫療法 鑰匙法規定 影響權力勝去 程序嚴重瑕疵 這個應該被查 專員為審查 什麼之類的 那當然這個就是 剛剛有朋友提到 說代議師 他的專業性 感覺上可能有點受到質疑 那這裡面有一些 當然是事實性的 他不是空前絕後 或者資議會 也不是為這個成立的 但你即使這些都澄清了 其實最後是什麼呢 是有點踩到 立委本來的權力了 這個東西它是有一種 創制權 而以前是只有立委 才有創制權的 這樣 那在這樣的前提底下 當然他就發了這樣一個公文 那然後佩奇就只好 打電話給提案人說 既然有立委要被想 轉審查 自己還要多開啟搶空聽會 那我們可能沒有看 四月這個announce 我們可能要演到 六月或七月呢 就是先跟你講一下 兩個小時以後 他已經這個轉規階處理了 但是這位立委的Facebook 就被洗版了 然後很多藍友都貼自己的照片 然後化療的照片 然後說這個你要開公立會 你要邀的學者專家 跟當時那無常回憶 根本就是同一批人 到底會做出什麼不同的結論 那委員你們推薦 就有多少個藍友 怎麼怎麼樣 之類的 那所以他的那個委員呢 就是Facebook的編輯小編 就放棄管理 然後就遭到洗版 那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隔天就 他就撤破了 但是就是說 這個東西在I.O.圈裡面 當然傳的時候 說是這個鄉民的勝利 但我不覺得是鄉民的勝利 我覺得這是我們當時 沒有設計好 因為我們當時 這確實是第一案 那國發會 以前也沒有這個經驗 那國發會 現在就是跟 立法院資訊處 其實已經談好了 就是說如果有偶委員覺得 他要進來 就是共同設定疫情 的話他應該要共同設定 因為其實當時 他是可以做出貢獻的 就像我剛才說 他有立法專業 有議題專業 有溝通專業 為什麼不讓他一起 進來設定呢 或是說如果現在 連署的門檻 五千人過的時候 到達一萬人 那也許特定的立委 或黨團甚至願意 把他直接轉成 他的提案 如果要改法律的話 這不是更好嗎 因為如果不引爆立委的話 立委也是利益關係人 他一定會說 這是展望或者求罪宿解 反正呢 雖然有這兩個 未來可以改進的地方 那Casper在三月 就先離開認識 但是在那個情況之下 他至少是知道說 這在四月 是會有那樣子的情況 那他的太太也一直 就是跟 因為不不不把表示的 非常好的關係 好 所以以上是我今天 少數有準備的一個 公文的簡報 我最後想要講的是說 瑪德利 是一個政黨 然後他是透過歐盟的 計劃去傳播到整個歐盟 那他是scale up 就是每一次他的關係城市 這些subnational城市 要什麼功能 他就請瑪德利的開發者 加那個功能 然後把那個功能 全部都疊到同一個系統裡 那Dentools呢 基本上是民主黨 現在是三億黨 那個要跟NDI去做合作 那這個東西呢 他是scale out 就是盡可能去串聯 國際各個不同的 就是開發政府社群 然後把這個東西 做一個很像的連結 那在台灣我覺得很難能可貴的是 我們目前做開發政府的這些朋友 都沒有黨籍 就我自己是五黨籍 然後之前做的就是張安正院長 以及現任文明軍院長 也都沒有黨籍 所以我們在做的時候 其實跟 就是西班牙跟這個Dentools 不太一樣的是 我們並不是在further 任何政黨的政黨 我們是希望 就是治理這件事情 它變成更貼近人民 那我們的操作方法 其實就是scale deep 就是盡可能的把人送到 各個不同的地方去去臥底 然後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是一方面更能夠理解 公部門的苦衷 事務官到底是怎麼想的 他的情況到底是怎麼樣 那二方面也讓事務官更知道說 我們從公民社會 以及從私部門來的朋友 在之前已經釋出什麼樣子的模式 然後在新的協作的架構底下 對大家有什麼可以具體貢獻的地方 好 所以今天大家先分享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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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敢總結 我今天特別感謝認為 開了一扇門 帶了很多新觀念給我們 希望大家 不久的將來 我們還有機會 請您把機械人帶來 謝謝 再次感謝